《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清华社》傍晚6点钟刊出了中共六中全会公报 公报中呢 同时刊发了对五位中共党魁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到现在习近平的评价 相对于会前 大家评论普遍认为 会把江湖两任领导尽可能的忽略掉 这次好像有点变化 公报一看出来 好像是一个都不辣 是吧 跟以前预期不一样了 实际上还是能听得出言外之意的 甚至有呢 与预期更大的差异 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并排当个第三 这是原来的估计 现在看来 邓小平的地位也在被削弱 习近平这回要当一把二了 有数学好的 算了一把 就发现歌功颂德的文字还是厚此薄彼 其中呢 字数最多的是现任总书记 习近平超过了两千字 第二是毛泽东不到九百字 第三是邓小平三百五十六字 其后呢 江泽民三百多字 古锦涛两百多字 大家要知道 中共的宣传系统 对于这样的中央公告是自真俱拙的 甚至是用句号还是用感叹号 用非常伟大还是用特别伟大都有区别 因为都是党八股嘛 都不会有什么心意和实际内容 所以这个字数的多少很关键 是评判中央一级最高权力层的态度 冷暖距离的远近呢 文革后期一直到习近平修改宪法之前 党内对毛泽东的论述实际上是稀疏的很 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占主要地位的 江湖习基本上是三分天下 现在你看这个比例 很明确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 明确习近平现在的党内地位 也确立了习近平在党内的历史地位 不序于毛泽东 从而通过这种既往开来的说法 确定习近平符合中共正宗的继承权的法统 然后第二 他可以具备什么 继续统治的地位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们看着对邓小平的论述文字上的权重 虽然略强于江湖二人 但是却通过把邓小平跟江湖二人并列在同一时期 吹下子好嘛 明显就弱化了邓小平的党内历史地位 六中全会是怎样通过文件的表述 达到了强袭弱邓的效果 而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一会儿 咱们敞开来分析一下 这个报告谈到毛泽东时期进行总结的时候呢 它只强调了毛泽东的政绩 完全没有提到毛泽东在执政后期引发的重大错误 形容毛泽东时期是不但善于破坏旧世界 也善于建设新世界 就把毛泽东时期后来那什么文化大革命、大饥荒这些重大的历史劫难呢 都算到善于建设的范畴去了 这不仅完全歪曲历史 也表明了很重要的两点 首先 六中全会公告中提到的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但是呢 目前咱们没有看到这份决议拿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六中全会公告的这一段描述明确 即将出台的这份决议将与2018年习近平对文革十年的评价一致 毛泽东没有错误了嘛 都是善于建设了嘛 那就什么 把十年文革浩劫改成十年探索 从而明确 习近平未来发展道路 将是彻底的复辟 其次 如果六中全会公告完全肯定毛泽东时期的政绩 那么就等于与邓小平主持的1978年中共第二份历史决议不一样了 当时不是三七开嘛 那就跟三七开的讲法有矛盾了 文革的总结也就有了矛盾了 换句话说呢 这个历史决议出来 就等于对邓小平时代发展的历史判断和政策 一句呢 进行彻底否定 大家如果有印象 还记得 习近平转正上台后不久就说过 我们不搞无谓的争论 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呢 牵涉到政治原则的问题的时候呢 不能含糊其词 更不能褪比三摄 那咱们想 谁提出的不争论呢 邓小平嘛 是吧 邓小平理论说 重要组成部分那个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人民日报头版看出来的他怎么说的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对不对 那你就是明确的 你这样子跟邓小平对着干了嘛 邓小平说的不争论是为了什么 争取时间干 一争论就复杂了 把时间争掉了 什么也干不成 因为当时的改革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律 没有固定的一种做法 是吧 所以他说不争论 咱们就往前闯 不争论 大胆是大胆闯 那后来中共求是杂志和宣传部门呢 就完善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变成叫内外两个不争论 对内 叫国内改革进程中呢 新事物以及需要试验的东西报告争论 对海外对国外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 人家说你是共产主义国家 你爱说啥说啥 就这样子 反正我们不搞资本主义了 然后呢 有的这个所谓过去的共产党的友好党派吧 比如说希腊的 意大利的共产党 说你们怎么已经背叛了共产主义了 没有背叛 我们还叫共产主义党 还叫共产党不争论 为什么后来中共走到另一个极端呢 就什么都不管不问了 只管挣钱了 它基础就在邓小平这个不争论这里 那么习近平把不争论变成了不无谓的争论 一下就把邓小平实用主义给拧过来了 就变成什么了 该争的就得争论 大是大非 不退避三润 你想想 这是谁的态度啊 毛泽东嘛 习近平上台之初 他的红卫兵血脉已经开始膨胀了 毛泽东说 革命是原则问题 不是请客吃饭 习近平在他的八一九讲话中 说话跟黑社会大佬一样的口气 他说 今后谁在围攻我们的同志 我们宣传思想部门要发声 党委要发声 各个方面都要发声 发出统一的明确信号 形成一呼百应的态势 是不是跟打架一样 是不是 你打我一个人 我叫好几个人来打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习近平的这种悄悄的心理变化 到今天的六中全会确定全党的全面左转 确定了习近平继续用他的毛氏风格统治全党 然后用全党统治全国 党魁个人的对历史的无知 对文明的挑战 即将变成集体愚昧爆发 以全党全民对世界文明的挑战 这是我们从这次六中全会公告中 可以读到的让人不安的杀气 还有这个狂人领导下的独裁大党绑架的民族 让人不安的命运 六中全会公告 它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 强化了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同时弱化邓小平当时是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中共 并继续执政40年的功绩 这个小动作其实很简单 也很卑劣 怎么做的呢 就是把邓小平从大家公认的 这也是常识嘛 是不是 所以邓小平是老一辈革命家嘛 把大家公认的这个东西 从他这个资格里面拿走 你不再是老革命家了 跟江泽民、胡锦涛、江湖二人的统治时期并做一处 公告呢 是各以一段提出说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功绩 然后再以一段总结 把他们三个总结到一起去了 强调这个时期 那么从1981年开始 从邓小平开始吧 31年执政 邓江湖合起来四段文字 接下来呢 歌颂习近平执政九年用了四大段篇幅 意思是 你们三个加起来也就跟我一样 还没算我以后二十大 我更加辉煌呢 这就是习近平的吹鼓手们的本意 公报为习近平的执政做这个注解嘛 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 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风雨 谁站起来 毛泽东算是站起来 是不是 邓江湖合起来 三个人富起来 习近平一个人强起来 三个阶段 所以呢 邓小平只能算是其中一个阶段的其中一个领导人 就用这种形式弱化邓的改革开放开拓者的作用 就强化自己的历史地位 三个阶段 朋友们 你看他说了多少思想啊 什么主义啊 理论啊 代表啊 其实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开门关门一个动作 毛泽东关门 庇护 不过留了一个小天窗 香港 留个小天窗透透气 邓小平呢 开门庇护 只开放不改革 香港的小窗户呢 继续透气 不过说了 50年以后我透不透气 我说了算 那习近平呢 关门 庇护 香港的小窗户呢 也给关上了 中共见证后 其实就这个动作 就把着门嘛 给不给你光 给不给你透气 他说了算 折腾老百姓 人民在恐惧中苟活 在那些一点人味都没有了的那些公知的带领下呢 有一点光亮透进来歌颂太阳 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的就歌颂黑暗 反正他都能歌颂出来 其实六中全会公告 如何玩弄政治小聪明 如何粉饰未来的伟大虔诚 都无法隐蔽一个明确的事实 那就是什么 每一次中共的历史决议 都诞生于一个巨大的动荡时代 在动荡时代激荡出中共的生死决斗 第一次历史决议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中共被共产国际命令要引日军深陷中国战场 来减轻苏联的战场威胁 你想 当时的中国人有点骨气的 他有民族自尊 全民同仇敌忾 是不是 那这种劲头 共产党员有没有 相当部分共产党也有 那就跟共产国际的自私还有毛泽东保存实力 借日军之手削弱中华民国的卑鄙 就会发生巨大的碰撞 党内不就有矛盾了吗 党内也有大量的热血爱国男儿 他就无法理解中共的积极内战消极抗日 所以毛泽东叫什么 消灭政治对手王明 然后让全党服从自己的个人意志 告诉什么救国救难 夺取全国政权才是真实目标 第二次邓小平面对的是什么 中国社会的全盘崩溃 民生与党生剧烈冲撞 邓小平消灭毛泽东的正传继承人 然后压制那些计划经济保守原教旨的电影主义 是吧 邓小平说 回头看看这几十年 凡是跟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了 这就是他的不争论 他的实惠实用主义 第二次历史决议实际上就等于什么 否定中共自己的历史 否定他前面那一任毛泽东的历史 然后全面投靠美国 投靠西方 得以保全中共性命 这次习近平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是 但是 朋友们 无法摆脱这两个宿命 第一个 中共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第二个 自己他到了生死斗争的时刻 所以你甭看 说的多好听 当六中全会公告堂而慌之的宣布 习近平地位不可动摇的时候 所以朋友们 了解真相的我们就可以相视一笑 就清楚了 这一定是他碰到强大的党内对手你死我活的时刻了 一定是中共到了内部分崩离析巨大的危机时分 这个坎他又觉得过不去了 六中全会公告还公布了个什么叫做 中共百年经验 叫什么 所谓十个坚持 什么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什么人民智障 排了一大牌 最后来一个剧 大家自己去看 叫做坚持自我革命 我看了我差点笑出声来了 什么叫自我革命 不就是自杀吗 是不是 坚持自杀 这个话说回来了 朋友们 中共似乎很清楚它的宿命 最终它就是要自决于人民 自决于历史 好 江峰漫谈 咱们欢迎大家去前往希望之城会员网站浏览更多的节目 这个链接呢 咱们就贴在今天的节目下面 在那欢迎您 好 我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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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